陳健偉 哈囉大家好我是陳健偉 那我今天主要是介紹我自己擅長的部分 那一般來講攝影的話一般就只有兩個走 我只是告訴你今天攝影畫面可以走進去了 就像是這樣這照片 這是其中一個照片在简谷在從裡面的一個教堂 那照片的角度就永遠站在這裡 你也沒辦法進去裡面這樣的角度 這是一般照片的確定 那我只想告訴你凝結這個時間還有其他的做法 並不是只有站在那邊然後同一個透視空間 然後同一個天氣 那我想你當下你要記錄這個畫面應該不再不是你的相機 你的手機只要是有鏡頭都是可以做 那這是一般人的手法 那總是不滿足 所以想說可以回到時間點 如果我今天少你50秒後再回去看我回來有一次 因為有些東西 因為有些東西你看照片你會覺得一定改變很大 可是那時候2D那陸間變3D 對吧 而且3D還是可以被製造 因為它是很齊 對吧 可以 對吧 那我們常見到後來就3D掃描 如果你沒有學設計的應該知道 這是我們統統的臨下工程 沒有些什麼感光白光雷射還有碳真燈的 你們不一一贅述了 那他們另外一個名詞叫實境接取 就是把你當下所有的空間 把它連接取下來 然後成為一個三位的一個有效的一個數值 成本歸自己千萬幾億 甚至那你手機就辦得到 對阿那陸放我當然是會講比較便宜的 你買的每個共產公共產業 很貴的我自己是魔物專就沒有摸過體力的 因為我們等級還不夠 這是國家級 Росс GT ISIS 那這一個影片阿 可笑 然後ysn15格看一下 然後這影片1的部分 告訴你 這是一張照片嗎 你這樣看清楚 這個照片那是可以進去 它 Dumbo 充滿自己來的 那上次跟你媽媽在那邊的 這照片 所以等常講到底是什麼 到外太空阿 那個 這 那它是英國的一個 Tie 原來要Skinnet 他們就跑進去 對吧 這讓他們在掃描 北極 然後呢 如果你這攝影師站在這 站在這 站在這 就只能拍一個角度 這是整個室內空間掃下來 我可以複製出來 3D Green的RP 都可以 所以你家 你未來的地圖就是這種形式 未來汽車導航就是這種形式 對吧 這是下一代最新的做法 你可以在裡面漫遊 漫走 這些都是用池度 它的誤差是minimitle 對吧 M級的誤差 它是非常精準的 然後這個物品 跟戰鬥裝 未來汽車導航就是像這樣 然後會看到它的紋理 那眼相機能做的 我會很能做 你可以套路一徑 我會被套路一徑 你可以調射掉 我會被調射掉 這是我覺得它的3D攝影印象的地方 然後你有這個時候 你可以用3D不一定的 除一個出來 一批 物差 非常低 所以我看到戰鬥機就是這個戰鬥機出來 你看到它的細節 非常的精密 然後連人也可以掃得出來 然後因為它掃得非常精密 所以它連物差都判斷出來 牆壁是我 或平著我 直接看它的顏色搶落度 我就會知道 這個是 他們有些掃大半圍 那個是國家機 也是靠飛機上掃過去 所以你在路上走 你也都被我記不起來 就像這樣子 掃人 如果你是一般攝影機 就是它掃人在動的動態 就有點像藝術創作 它是掃到巴黎的一個地下 這是一個展覽場地 展覽場地你可以隨時保留下 它可以出成平面圖或地面圖 這就是整個掃它整個山坡地 飛機掃的 我再看一下那張簡報 這是飛機掃的部分 這我碰不到太貴了 它掃出來也可以掃這樣子 那是五個窟 把整個五個窟掃出來 對不對 你五個窟外看到地圖就是這種形式 你會看到出來 牆壁一直要 它在大廚特別波長 你連地底下都掃得出來 玩笑機你辦不到 這是機器 地面形架的機器 你連有都看到路上找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路上桌子 他說你是Google嗎 我說我不是Google 但是我們在做 我們在做 我跟它行為很類似 因為我們在做 我們是把你當下 這些全部都把它記錄下來 這是台北市 你看首先 那是水源市場 台北市只能3D地圖 這只有說公款商圈而已 那部分你外的汽車島 就像是島 你身上的島 那幾層樓都可以標示出來 這些可以複製出來 什麼圖都有了 它因為它沒有尺度 你外的到任何地方 你都可以複製出 一模一樣的建築物出來 然後這是一個 它機器的一個運作模式 可以稍微看一下 它是怎麼做的 對 它機器這樣掃 很像相機這樣子 非常掃 然後它會選就在做 這是一個室內空間 完成了 整個方式 它掃完這個空間 它是非常細 它有這個檔案叫做Point 叫點雲 跟一般看3D的面子不一樣 掃完這個空間 十分鐘不用 你去實驗測量 的皮脂全部都可以收起來了 這個十分鐘完 都可以直接回來了 我連管道線的資料 我都有了 而且我是直接可以做 平安努力面租 我可以把它做設計 就是等於說 它加快你非常多的設計流程 然後它可以把它整個 彎彎掃描起來 會變成這樣子 這是你的空間 對吧 你想要從這種角度去回應 你這個空間 你都辦得到 可以掃到這種機密路程 凹凸我都會知道 然後這是我們會在他們處理的流程 好啊 這到底可以知道 然後 然後他們之後會把它出成那個 就是平面圖 然後是D面圖 那之後它還會再把它出成像那個RP 就是你看它會把它轉成3D的面 就是你我常看到的 就是變3D模型 然後再來就是你剛剛看到的 3D模型都出來 2D模型你也出來了 就等於說你的照片 你可以有很多的無線想像空間 你可以再回去的空間裡面游走 你可以再回去看你當初你的家 10年後是20年後 這些檔案都還在 就把它3D化的成果 等於說它的地現設計流程 改善的非常多 那這上面就不是我們口袋深度可以去做的 我們大概就只能做這個 台幣4,000多或是0塊錢 台幣4,000多年半年到 只是可能經濟有點差 畫面也會有點差 但是我們達到60%就好靠這種東西 空間如果沒有說互動 應該是要Keynes 或是Brain E-Sense的東西 它就是把我們眼睛所看到的 把它轉為成三維資料 就像這樣子 非常簡單 不用錢 軟體不用錢 你只想買那個 你當然你都買得起 你絕對買得起 現在應該3,000多塊就用了 就可以搬到這件事情 是它目前在掃人 抗摩力有情境嗎 對阿 這是網紅的研究室的角落 這是一般照片拍的 那你想要怎麼回去 不能回去阿 那但是我如果把它掃摩起來 就OK啦 會變成像這樣 對阿 你可以變成像這樣 你可以從那個角度去看 對阿 等於說你可以從那個角度去剖析這張照片 這是我認為是它的優勢 而且這成本很低4,000多已經搬到 甚至可能就很多 10,000多了 只要筆電 然後再來是臨遠的方案 只要手機都換了 然後再有鏡頭 當然 既然是臨遠 那它的進度又更差 但是 可以看我們打到它是30%就可以了 10%就不用了 就像這樣子 只要有手機的話 你就可以把一個東西把它給 把它給複製出來 然後你只要 你只要是以上三個系統 你只要是APP使用 或是Google Pro 或是Windows Phone 你都可以下載 然後是免費的 你可以隨便去掃一個 你可以掃一個空間 都不是問題 然後我們再來 就像這樣子 就是有功腦殘 你知道 繞這個人拍一圈 就有3D檔案了 對吧 這非常的笨 每個人都會 每個人都可以操作 有手機平板 都笨得到 那你看到為什麼 有些人會有更換器 就是會讓它精準度 帶更好的定位 那我們再看它的那個 實際的操作影片 就像這樣子 只要繞著它 繞著東西拍一圈 就會慢慢開始成癮 然後丟到雲端上去運算 等於說 你的食物 石頭就這樣出來了 你的食物變3D了 我就覺得還蠻特別的 等於說 除此之外 你顛覆你一般 對一般照片 紀錄的想法 它變3D 什麼陰影通通都出來了 拆資也出來了 這是非常特別的攝影方式 這是我們未來希望 大家可以多認識這種技術 可以寫進你生活做的 比如說你要賣房子 你時間空間拍一拍 哪有反送 哪有反送 哪有反送不是很好啊 因為你沒有受過圖學的訓練 你看那平面圖 裡面圖很磁 因為裡面的高度 不曉得東西多高 不曉得電話版到底多高 那有了這些技術之後 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那以上大概就是我今天 對這個技術 然後對這種新的攝影方式 對大家來檢討的一個報告 謝謝 謝謝建文 那其實這個 建文的分享 相當有意思 就是 他分享的就是我們在過去 可能我們生活當中 比較少見到的這些科技 比較少見到這些科技 可是我們不能想像 可能在未來 可能幾年之後 這些東西可能會開始 出現在我們生活上 有一些應用 那感謝建文 他的分享 好 接下來是我們這個 女牛怡勳 那他帶來他的這個 相信自己去做就對了 掌聲歡迎女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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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iff 謝謝